温来苏丹博尔基亚 今天抵达我国 正式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 博尔基亚将会和首相杜兹斯利安华 一起出席第24届 马来西亚温来领袖年度咨询会议 首相抗力今天亲自到机场 迎接博尔基亚和温来苏丹后萨拉赫 随行访问的还包括了 温来内阁部长兼高级政府官员 根据外交部的文告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明天将会在国家王宫举行国宴 招待博尔基亚和代表团 博尔基亚预料将会和首相共同见证 签署多项双边文件 马来西亚和温来的年度磋商会议 将为两国领导人提供机会 回顾双边合作的进展 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 并针对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国际问题 交换意见 温来在2022年 是我国第26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东盟第六大的贸易伙伴 贸易额达到了超过132亿令吉 比2021年的贸易额增长了68.4% 贸易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贸易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